為什麼想考這些學校 就第一次願 台大就帶大家夢想中完美的學校 Ariel他穿NTU欸 那就是 也有莫名的 爽幹 我從大學的時候 就有第一次要做一個知識分子 我還是另外一所學校的幫手 對我是 你是不是還沒還沒訂閱 看了這麼多的影片 問你訂閱了沒 我拜託快點快點訂閱 等你訂閱完了再回來繼續看影片 靠北 好快點 首先大家對於高學歷的定義是 台政清交成 同學你呢 我覺得清交以上就算高學歷 你們覺得你們自己算是高學歷嗎 不算是 說是才考去台大的 你們還記得你們當初 為什麼想考這些學校嗎 就第一次願 就是學歷越高越好 有人是衝了這塊招牌進來的 基本上都是啊 而考上第一學府的他們 當初對學校的期望是 老師很好 同學很好 就大家都很優秀這樣 很有書相氣息的 很文青的感覺 我之前就很嚮往這條 椰林大道 後來呢 騎腳踏車騎著騎著就覺得 這條椰林大道特別的長 真的要騎很久 而對椰林大道有意見的還有他 那時候剛進來台大的時候 我很想走椰林大道 就覺得這是第一次願的那一條路 然後結果來到這裡之後 夏天就熱到爆炸 然後東天快冷死 因為正宜都沒有風可以擋 所以整個我們就沒很想走椰林大道 冷死又熱死 野兆 那都用走路了 真的嗎 我之前一直覺得台大的人都在腳踏車道 確實大部分 沒錯 說到台大 一定會提到的就是腳踏車文化 很多人說台大有一種都市傳說就是 有人是不用手在騎腳踏車的 那我會啊 那個原理就是你要平衡 屁股要夾進 為什麼不用手 有時候在看手機邊吃東西 或者是很冷要擦帽機口袋 對 你說這種 哇 而他們的腳踏車技能還不止這些 還有哈雷 哈雷是什麼 就是台大要騎腳踏車一定要會騎哈雷 重機嗎 就是腳踏車不是有前面的屁股坐墊 跟後面載人的那個 你就是人去坐後面那裡 然後這樣手可以這樣走 哈士騎 對於這樣的技能女生的看法是 有點蠢 只是在獻祭而已 我覺得看得很糟啊 你明明就也沒在做什麼 你為什麼不要用雙手機 你你們也看過是不是 我看過很多啊 很多真的很多 去過去了 欸真的欸 我用手在騎腳踏車 而在台大顯而易見的還有 沒有他穿NTU欸 喔對對 等一下就是 連種莫名的 爽感 優越感 優越感 是嗎 如果今天 回家都會穿 他在褲子都NTU欸 你的褲子都NTU 很怕人家不斷扔 沒有沒有沒有 走在路上可能別人就 欸 這個人 NTU的 刷優卡的時候 然後那個皮包打開來 然後就 優卡插出來 就放慢了 放慢 你會給我 放慢 怎麼會這樣 待遇會有差別 就比方說去超商取貨的時候 人家 嗚 嗚 對啊我在等這種反應 但其實都等不到 就是放慢了 就大家都無視 丟臉嗎 你們原本對這學生的期待是什麼 欸我那時候其實有覺得說 在館員會不會很多 就是ELITE ELITE嘛 就是那種社會精英 是REBECCA REBECCA是哪個去的 REBECCA是我們同學 喔REBECCA 她就是感覺很專業 很勇敢 然後很有自信 然後整個英文也很流利 畢竟她去過美國 就在此時 我們遇上了最接近社會精英的同學 嗨同學你好 你好 欸你是什麼科系的 我是歷史系的 欸你講話也很 有那種咬文嚼字的感覺 是 那你今天為什麼穿得這麼正式 我平常就是喜歡穿 身裝這樣 平常是喜好 對 我從大學的時候就覺得 我立志要做一個知識分子 哇 怎麼說怎麼說 就是因為我是讀歷史的嘛 從很多的歷史故事可以看出 這些知識分子對於國家 對於社會的重大貢獻 所以 就我期許自己也可以成為這樣子的人 就是漫長會跟其他人 分享一些歷史的故事 他們是有興趣了嗎 欸要看情況 大部分就是 喔喔是很有趣 這樣啊 就是如果他喜歡的話 我就跟他多聊 那如果他不喜歡的話 也不勉強 喔 大部分是 喔喔是很有趣這樣 我怎麼覺得 就是在說你 喔 而他們還有話要說 那個時候還沒進台大 就覺得說 好不容易考到台大 一定要認真讀書 努力向學 就是因為以前我都想說 我一定要七點準 準時起來 開始念書上課 可是考進來之後 現在都睡到中午 在想晚餐吃什麼 那你原本有抱著 要成為國家動輪的決心 進來自我學校 有 但差不多維持半天左右 死當 台大就大家夢想中那種 感覺完美的學校嘛 就可能像我們對哈佛那種想像 但是其實還是蠻多 大家會遇到那種 大學很白癡的事情 現在很多同學 其實沒有什麼道德 我們會辦公司嘛 會辦 說不能打麻將 然後打到 那個系主任都在罵人 就是大家都在一直打麻將 像我一樣 就像我平常 我家人都會說 欸你平常在學校是不是在讀書啊 然後我說沒有 我都要打麻將 我前天輸了500塊 對我前天輸500塊 對啊就是 別人跨出他的速視圈 然後我身在麻將上面輸十圈 隨著你自己下梗 接著需要畢業的他們 想像你們今年大吉 我們今年是所惡 你們有被什麼社會期待嗎 好像就是 你什麼東西 就是人家一教你就要會 人家對你的期望就是 會比其他學校高一點點 他會說 你不能愧對你這個名字 壓力好大喔 他們就覺得畢業會賺很多錢之類的 然後不然就是親戚可能問說 喔你念政治系喔 因為是國際關係組啊 然後他們就說 那這個是以後要當什麼間諜嗎 而同為政治系的他有一樣的困擾 那些長輩們就會問說 欸你是不是要去從政啊 是要選立委啊 然後他就會覺得很無奈 然後你就要一直再解釋 政治系 就我想做的事情 哪裡不一樣 所以你會花時間解釋 還是跟他們說 對我要選立委 喔對 我就說請支持我 哈哈哈 陪陪海 賺賺 而頂大帶給他們的煩惱還有 男生都覺得我很可怕 為什麼 就是都覺得 欸好像成績很好 然後好像很遙遠這樣 交友軟體上的時候 會特別不想要 講自己是台大 為什麼 就是假設你配對到的是一個 不是台大的 他們就會覺得 有壓力嗎 或什麼之類的 喔我之前有遇到一個 然後他就說 不覺得現在這個社會 很少會有 頂大女生配普大男生嗎 喔 就是不想要讓別人覺得 喔你是頂大很厲害啊 或什麼 那我問你喔 如果你是在滑膠軟體的男生 你會把台大放上去嗎 會啊 哈哈哈 我們不一樣 不一樣 最後是他們 還想考上頂大的人們說的話 開心就好 對開心就好 因為很精力 你能做你想要的事情 然後你還活著 那很好了 在我大一進來的時候 比較常出現 有學校同學 可能想不開 那個時候就很多家長 然後那種網路上的人 他們就會看到 第一時間反應就是說 喔為什麼都台大了 還要想不開 你都台大了 你人生就已經很順利了 為什麼你還會有什麼 很大的煩惱 會讓你想要想不開嗎 但我們就 其實跟一般人一樣 我們一樣會有 普通人 會有煩惱 其實我們就是普通人啦 我們也會遇到什麼 工作啊 學業啊 愛情啊 友情啊 家人啊 之間的困擾這樣 那這些不是 會讀書會考試 就可以解決了 就是不要太覺得 喔因為我是台大 就一定要幹嘛 因為我是台大 別人要對我比較好 或是我一定要賺比較多薪水 就 你就只要記得 你就是一個平凡的大學生 就是大學生 對 在台灣的大學生 對 你就要好好努力 就這樣 那今天訪下來 你有什麼心得跟感想 哇我覺得 其實高學歷的同學 過得比我想像中辛苦 對啊 要是我應該沒辦法 一直接受 被旁邊的人 一直噎語啊 一直嘴的那種感覺 那其實我覺得社會給了 就高學歷的人 很多刻板印象 沒錯 但其他什麼樣的人 都可能追在那個屬下 沒錯啊 沒錯 那今天學歷不孤單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哦 那三位分別是這個台正經 人家說這個文族的這個三大志 那我就 首先就先問一個問題 你們覺得你們的學校難考嗎 我只能說 在我那個年代 可能比較算是 那子玄 台大法律應該是難考 在我那個年代 在我那個年代 我覺得那是你的第一志願嗎 是我的第一志願 哇 法律是少數就是他可以同時 很重視邏輯但是又可以接觸人的行業 我執信了起來 那Real你 思大在我那年代大概是 大概是 六開頭應該就有機會 思大那個科系剛好只看總積分 我才有幸游了進去 我不想要聽這種東西 等一下你們爸媽都是會很憋你們念書的 沒有我爸其實都不知道我 就是期中期末考試的時候 那Real咧 還好因為我爸媽他們是那種 我爸是口號型的呼籲 他一小時候會叫我對著床那邊說 我要上建宗我要上台大 我要上建宗我要上台大 我記得你那時候高山是寄了一個平台 對啊 社團的傳統大家為了要展現高山的那種決心 那女生也會有這種疑似感 子萱有嗎 沒有欸 子萱在北一女的時候是什麼造型 也跟現在差不多 我覺得學校的好處其實他不太管學生 就是你可能一開始大家在國中的時候都是啊 隨便考都是全班第一學校第一 當你進到學校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旁邊的人可能跳幾聲 然後什麼北一的學校第一 進去之後你就會發現 當你沒有了那些光環的時候 你還剩下什麼稍縱的那段時間 都是在積極的尋找自己 還有什麼其他的價值 所以我們真的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你要去玩社團你就去玩社團 那子萱有玩社團嗎 有 你玩什麼的 康輔色 哇你康輔色 學姐欸 對欸 沒有我比較大 對對對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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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丟臉 沒禮貌 那我想問一下 因為既然你們都高學歷 你們會不會有些包袱 就是像這種團訪我就覺得包袱很重 就是表現就是啊你好像什麼都會 什麼東西打不出來 他們就說啊不是台大的 對很常這樣 大家都會以為師大人就是出來是 要當老師 然後很保守 乖乖排 比方說好了你如果講髒話 喔師大的人這樣國家未來垮了吧 什麼之類的 他就會覺得說你就是為人師表 你就是大家的模範 可是我們其實說真的就是 就是跟一般人一樣 我們也會熬夜 也會講髒話也會講屁話 然後也會對不對 就是 做不愛做 對 這個不確定 這不好說啦 我會啦 我學生的時候都會啊 師弟不舒服我還是該做吧 對啊 那正大 可是我覺得跟師大有點像 我覺得我好像就是一群乖乖排 或者是我在高證的時候 就會覺得喔 練師弟女校就是乖乖排 然後我們就會特別 想要因為這樣去證明 其實我們沒那麼乖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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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你會不會刻意去做一些 小天小話的事情 喔喔喔喔喔 小小壞壞的事 你以為我不會翹腳喔 壞透了 好那我們最後就問這個問題 那因為既然你們大家高學歷 一定還是有你們不擅長的事情 對不對 那 該不會要分別跟我們分享一下 讓大家知道你們也是有這個 平凡人的一面 不擅長什麼事情 我是超級沒有方向感 我以前在學校 就是台大校園蠻大的 我讀到大四還是常常在學校迷路 那VVN呢 我很不會玩遊戲 就是那種手遊的那種 或者是電腦的 就是一直一邊玩一邊亂叫 因為我以前就是那種死毒出息 那種跟科本無關的姿勢 我都是一個生活凡吃 喔喔 你說什麼洗衣機不會用 對啊或者是 芒果油脂 對或是芒果油脂 這種這種就是那 對這我不知道 一開始的時候 真的真的 真的不知道 但我覺得這可能 跟我的家庭教育有關 我可能就只看過 切好訂的芒果 給我 巨大保護的 就是我媽媽給我的 盲目的自信 嗨 嗨 哇怎麼樣 這有介紹嗎 這有介紹嗎 學歷高的開始嗎 我們差不多吧 那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系 文化大學英文系 我是這個 晉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我也是這個 我看還是另外一所學校的榜首 不對我是中華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的榜首 那為什麼跑到晉儀去了 晉儀的分數還是比中華高啦 喔 我們也是海拔最高的大學 開玩笑欸 什麼 政大跟華泛都比我們低啊 對不對 我們也是很高欸 不要鬧喔 剛剛訪問完累 我們現在幫你講什麼對不對 我有點不知道 我家裡 我 精神榮譽壯生 不要那麼誇張 你要找地學好 這你們沒有好奇 好現在通往這邊結束啦 你們 國高中的時候 你們的讀書 有什麼計畫或策略嗎 其實我國中成績還不錯 幾乎也不錯 我有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開始想教女友 想教女友 你現在開始走偏 然後我到高中 我就真的是 放飛自我 放飛自我 我幾乎是不念書的 我跟你差不多 我好像你的未來 你是我的未來 我是你的前輩 對你是我的前輩 我是蠻想修學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在學校 找不到自我 興趣也不在那 有啊 就參加英文化劇比賽 有拿到最佳男主角 就這樣 你不要再講了 我要說最佳男主角 他打字 那種注音打字比賽第七名 我那時候自己成員是 班上第二名 我們老師還一直講 我說 你連你志力稱第二名 然後你現在都不念書 什麼之類的 我剛剛跟大叔也是很像 查貝老師都說 你不該是這種程度 對啊 你要確定欸 我們高中 他哪裡看出來 對啊 我數學喔 是段考可以考到 九十幾分的 但是呢我每次呢 期中考跟期末考的差距會很大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比如說我這次考得很好的時候 我就開始驕傲 我說啊 我隨便唸唸都考得那麼好 哎呀下次呢 幾下班人在唸就好了 我覺得現在你看到這個樣子 這是Burberry的味道 完全從小腹至到大嘛 對 你們幫忙洗刷一下 因為可能你們學校裡面 其實也很大 各式各樣的人都有 其實真的喔 我要刷一個 真的喔 這個要佐證一下 就是雖然我是文化的 可是也不能說 讀文化的都是不用功的 就是 因為我們學校還是有那個嘛 多義考試 一定要有一個分數 所以其實大家都會覺得說 他們英文系一定都 一定考不過啦 就文化怎麼可能考得過 門檻750 確實我第一次考600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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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拚了兩個月 我真的兩個月都在學校圖書館 最後 差十分 就過了那個金正 哇 最後是850分過 哇很金正很厲害 很正嘛 藍色的嘛 就差10分 藍正龍 我覺得 好像很多人都覺得 可能 這種不是學藝這麼好的學校的人 都很活潑嗎 他們都覺得說 有讀書的人好像都看文鏡啦 台大的看文鏡啦 我告訴你表演一下 有人看你 吳宗憲 唱兩句 因為不愛讀書就應該愛玩 對 好像就這樣 不愛讀書就不一定愛玩 可是我真的也有一種 我真的覺得我們私立的 特別幽默 我也覺得 我真的有一種覺得 我不知道為什麼 打從心裡就覺得 大叔文化 我能理解 Daniel文化 我也能理解 你文化 我也懂這種感覺 這算你是文化 我也接受 他也是很有文化的一個人 壞就壞在有文化啦 好今天逃房這邊結束啦 當然你也對學弟這個話題 感興趣嗎 現在別人學生只要下來 DK就馬上找人可以討論 剛剛沒進了 哇 其實蠻帥的耶 還不錯耶 DK六合局 學弟張不提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就是一個沒有主持人的巡奇 會長什麼樣子 有 有 有啊 那不算開場吧 有啊 我就沒有要當主持人 好了 就不會當什麼搞的 這很像27吧 27吧 27吧 27有什麼特別的 27 27 我沒有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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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 可以 jobs 我沒有進場 這一塊 我沒有進場 我沒有進場 我們下次見 谢谢大家